画面中的这位女士姓程 她和丈夫易先生结婚已经二十多年了 他们有三个孩子 大女儿二十五岁 二儿子十七岁 小女儿十四岁 据她说 她三年前就和丈夫 闹起了离婚 据法院起诉了两次都没判下来 无奈之下 找到了我们金牌调节 请求帮助 因为在她看来 离婚仪式迫在眉睫 她是一秒钟都不能再等下去了 我这个婚必须离了 我如果不离的话 我可能也会活不下去 就连我的亲戚 还有我的子女 可能全部都有生命危险 我真的活在 都是跟那个地狱一样的 我每次一想起见到她 我重新毛孔都竖起来 脚就发疼 炼狱版的生活 无尽的恐惧 不离婚 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成女士口中的丈夫 根本就是个恐怖的危险人物 而当我们见到成女士的丈夫 易先生时 我们实在是很难将她 与成女士口中 那个危险人物 联系在一起 刚才我问你妻子 一会儿要见到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她告诉我说 她很害怕 我又不是老虎 我不会打她 也不会骂她 易先生表现得很平和 当他提及妻子要与她离婚一事时 她的表现甚至令人感动同情 借酒消愁 以泪洗面 易先生向我们展示出来的形象 和成女士描述的那个危险人物 实在是对不上号 那么成女士害怕丈夫的原因究竟何在 离婚一事 又怎么会威胁到 她和孩子们的生命安全 调解即刻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各位好 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一位是程女士 一位是易先生 欢迎二位 我们了解一下 两位来金牌调解的 诉求分别是什么 我的诉求就想解脱这段婚姻 因为我维持这段婚姻 太苦太苦了 没办法信仰我 成就大家帮我脱离这个苦海 离掉 她想离婚 我不想离婚 她现在在外面 我在家里 她把那个上海那边 那个电啊什么东西 全部搞掉 回来 把小孩子带好 就是回到你身边来 回到你身边来 那就很好过 不追究她以前的事情 我没有犯错 她就一直要说 说我外面有人 接受不了 绝对没有 程女士说 她之所以要求离婚 起因就是三年前 丈夫突然开始怀疑她出轨 我只是在上海投资做生意 她就在家里做电名车生意 所以这个时候就处于 你在上海 她在老家分开了 对 分开了 程女士在上海经商 易先生留在江西老家做生意 照看孩子 和夫妻俩刚刚分居两地 婚姻就亮起了红灯 程女士说 她今天来 就是要还自己一个清白的 与生意伙伴出轨的这顶帽子 已经压在她头上 整整三年了 那么出轨一试 究竟是真是假 让我们来听听 易先生的说法 我已经知道她在一起了 你凭什么知道 我凭我自己直觉 能告诉大家吗 这个直觉是因为什么 因为她到那个时候来 我过去什么东西 她不离不惨我了 很冷淡 但是到后来 我把她的那个电脑里面 我店里面一个电脑打开了 在QQ上聊天的 她跟姓王的聊天 一个老公 一个老婆 这个是一个 在另外呢 跟她的女儿在聊天 聊什么呢 她叫她跟她爸爸 画点三个宝宝出来 太扯淡了 我从来没有说出这个话 我发现跟她们 没有什么老公老婆 跟她女儿呢 开玩笑是有 因为这个女儿呢 她从小是没有妈妈的 我经常叫我阿姨 阿姨我是经常会 给她开玩笑的 我还用那个手机拍下来 拍下来 我现在就是那个手机坏掉了 不坏掉 我就把放在那个电视上 放下 这是你的幸运 我跟你讲 我的幸运 我就是她生命了 她嫁给你 给你折磨 聊天事件 程女士和易先生 谁都拿不出个具体的证据 我们一时间也无从判断 可是易先生难道仅凭一个聊天记录 就断定妻子出轨了吗 从那个聊天记录以后 你心里就认定了有问题 是吗 你也没问过她吗 没跟她好好聊聊吗 没有 她一句没给我提起过 三年前 易先生看到那段聊天记录之后 对妻子只字未提 更没有与妻子的那个聊天对象 也就是她的那位生意伙伴去核实 她只是选择了默默地 将这件事装在心里 当时的程女士自然是一无所知 而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着实让程女士吓了一跳 最后她又回老家去了 她只要天天视频 要看着你 就是要在店里要给我看视频嘛 她要白天要一次视频看在哪里 她呢躲在家里面 睡觉睡醒了就看视频 我在店面做生意 这颗流量来来往往你怎么看 而且她在房间里面 对啊 她就说你等着瞧 我晚上就到 她真的晚上就开个车子 从江西就赶到上海 她说为什么不跟她看视频 晚上好像一点钟左右的时候 她叫我 叫我下去给我聊聊 我女儿正好上洗手间 她说妈我给你去去 那我就两个人去去了 去然她先坐在驾驶室这边去了 我正好要坐在副驾驶室里面去 我女儿就从后面 她就车里面包子包着一条这么长的水果刀 就拿出来了 我女儿学了跆拳道 顺时就把她刀一打打到这边上嘛 三个人抢刀抢了好长时间 她说她要活不了要帮我杀了呀 你在这个时候心里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吗 我不知道呢 我只说她这种能几多样都是几多嘛 我一直都是天真很幼稚 我没有这家要杀 那个水果刀拿过去 我现在准备在那边煮饭 因为我锅啊什么东西都在那 我就缺一个刀了 你开了一晚上的车开过来 把它从路上掉下来 然后你告诉大家 你拿着水果刀是为了要做饭的 易先生对带刀剑妻子一事的解释 实在是让人难以信 为了更好地还原事实的真相 主持人张婷提出了一个想法 因为那天晚上你们都认可 女儿是在现场的 所以女儿应该也明白 也清楚对吧 对 到底发生什么 来 作为当天唯一在场的第三方 程女士和易先生的女儿 应该是最能帮助我们变明真相的人 可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 对于女儿的到来 易先生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 女儿就众众她的了 女儿众容妈妈 爸爸别管了 不要管了 你要不你回去 去去去去 不要理她 不要管她 她已经众众她 但这个我知道 人如果有道理 怎么骗天象 没道理 你两个人发短视是怎么发 妈妈我支持你 我支持你了 她是支持我做生意 她说你总算是你自己的梦想 能开仓库 易先生为什么会这样描述自己的女儿 难道她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相信了吗 小易真的会像她所说的那样 偏袒自己的母亲吗 你知道你爸爸来干嘛吗 反正当时是我妈就跟我说 她有五点多的时候 发信息给她威胁过她 然后我说 那要不然你先避开一下 我去看看 她自己是避开了的 不要到时候两个脾气下来了 在你们母女儿 你的心里爸爸就是来者不善 我是觉得有一点点那个 所以妈妈选择了避开 你爸爸特意赶过来 你妈妈并没有见她 然后拿到这个事件是发生在晚上 对就是单天的晚上 那就是说从早上到晚上 这个过程当中 发生了一些事情 或者说你爸爸感受到了一些事情 就有了晚上的那个情绪爆发 对 易先生我问一下你 从早上到晚上 你情绪爆发这一段时间 你有感受到什么会让你情绪这样激动 早上到的 在那里吃饭 吃到饭 两个人出去了 走了 哪两个人 她跟那个姓王的了 我问一下她 有没有当我是老婆 你的意思是你到了上海以后 通过你的观察 感觉他们之间存在问题 对 然后那天晚上 发生了在车上的那个 有些冲动的 说实话 一个男人 到了这种程度 那车不会冲动的 那不是死了 你说男人 易先生这一次依旧和之前一样 没有找妻子问清事情的真相 而是选择了对妻子举刀相向 而成玉是同样没有选择正面与丈夫沟通 而是选择了这样的处理方式 他们叫我报警 我说算了 不要报了 大家给他报警抓进去的话 我也不好 所以这件事情又不了了之了 对啊 什么说法也没有 什么交流也没有 对啊 我就 你那个时候知道他心里很不舒服吗 我知道他很不舒服 但是我觉得时间能改变一切 程女士和丈夫都选择逃避问题 可时间并不会淡化他们之间的矛盾 她和丈夫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了 女儿小易看不下去了 她开始主动找爸爸谈心 我说妈妈不是这样的人 如果你再这样吵下去的话 你们的感情真的没办法挽回的 那把妈妈越逼越远 然后爸爸还是那样 他没有听我的 女儿的劝说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易先生的举动反而更加疯狂了 他会跟发疯一样的 睡睡睡睡睡了 晚上了 我醒了怎么一双手敲在我脖子上面 我好像迷糊糊就听他说 我得不到你别人也不要想要 有这么恐怖 我就说他心电叹嘛 这个事情好像没有发生过 我应该我没有吧 不会吧 我又不是这类神经病的人 没有吧 这个几年前的时候 我也一定想不到起来 他就装糊涂呀 这个有什么好装糊涂的呢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的了 对不对 那是我死心了 紧张 你是从这件事情以后 所以提出了离婚是吗 这件事情以后呢 他也给我女儿说 他说女儿 这是真的妈要给我离婚了 他打了之后 他就这样呀 程女士告诉我们 丈夫一次又一次疯狂的举动 让她感到十分恐惧 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 她决定离开这个男人 于是她将一纸离婚诉状 逼上法律 第一次起诉的结果是 他说投资了 仓库投资了35万 赚了要70万一年 要给他170万 后来我律师说 没办法 他说小陈 他说你这个老公 辞职大开口 因为这个钱方面的问题 你没有办法 所以没有离城 是吗 对 就没离掉 他已经起诉了 但是我觉得 这难易说 对吧 我把这个钱 要高一点 不能拿到那里 就腾到那里 安逸先生的说法 他故意提出 苛刻的离婚条件 就是因为 他打心眼里 不愿意 不愿意与妻子离婚 可承认是说 丈夫虽然嘴上 说着不愿意离婚 可行为上 却将他越逼越远 第一次起诉之后 你们的生活 还是跟从前一样的 两个人从来没有交往 后来我就两个人 见面都没得见了 我也不敢回来 我回来也就躲到 我去搁起 而各个心里的怨恨 就是越来越深了 对啊 他不让我进去的 我进去一下 就闹翻天了 东西也砸了 他说谁放他进来的 他不让我进家门呢 一次他从上海 回到江西老家 看望丈夫和孩子时 丈夫的一个举动 让他彻彻底底 寒了心 他又是借酒疯打儿子 我在我哥家吃饭 他们说打电话 他说赶紧下来 你儿子会比你老公打死了 他拿这么粗的铁锅 打我儿子 那大家都那儿 拦不住我哥呢 就去拦了 他铁锅打死 把他这里从不打断掉 把我儿子这里 裹得从不打 我都打他没进医 为什么会打儿子 儿子是怎么骂我 儿子是怎么打我 儿子把我打在地上 儿子为什么把你打在地上 那我就不骂他的妈妈了 他就不让我妈了 那我两个人就冲突了 那我就过去删了他一下 他就用力地来打你了 把你打在地上 用这个用力打下来 易先生 你觉得儿子为什么会这么愤怒 他反正他人先弄到他妈妈了 现在 只是因为要维护吗 到现在 就是儿子和女儿 在某种程度上 是相信并且维护你的 因为他就每次看到 他爸爸这么无理地打我 骂我 他不服气 程律师说 他实在不能接受 丈夫将对自己的怒火 无理地撒在了儿子的身上 而易先生更是气愤 他无法理解 自己的亲生儿子和女儿 怎么就只维护妻子 不站在自己这边 我们的主持人张婷 决定连线易先生的儿子 听一听他的说法 他真的会如易先生所说的 一位偏袒母亲吗 他对父母又有着什么样的看法 耽误一点时间 我们想先听一下 对于爸爸妈妈 目前的这个状况 你心里最想说的话是什么 我爸爸平时也是对我挺好的 有些时候 跟那个骗人人一样 会把他们当人的事情 吹到我们这三个小孩身上 跟我闹起毛队 然后跟我打起来 爸爸对妈妈的怀疑的那个问题 你们是相信妈妈的 还是也觉得可以理解爸爸 像他这样 暴力侵害这边 我不能理解 其他的我都理解他 那对于爸爸心里怀疑的 让他很难受的那个问题呢 你们相信妈妈吗 我是相信我妈妈的 所以你们才觉得 爸爸的方式方法 过激了是吗 我难受不去吧 我是你的老子 知道吧 你不打我 你不骂我 我会打你吗 一开始都是你无理取闹的吧 我无理取闹 对于他们两人 是离婚还是不离婚 你的希望是什么 离掉的话 不管是他们 还是我们小孩 可能日子都要好过一些 都是一种解脱 是这意思吗 至少不会 所以天天这样子 在他边上会提心吊杂 怕他一发火就打我了 好 谢谢你啊 谢谢 我先挂电话 他要是不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说实话 我也不会发这个脾气 我也想想 我自己不应该发这个脾气 所以你给自己设的这个前提 还是你认为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 他就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 两个都是我们二代人 那你看到他们之间这样子的话 心里肯定是不好受的 可是爸爸却觉得你们都在维护一个错误的妈妈 妈妈也没有错误 我们心里清楚 但是我们有跟他解释过 他从来没有听过我们的 也不相信我们 一直在说我们在维护妈妈 为什么孩子们都相信妈妈呢 孩子们 孩子们不知道的 他知道什么了 女儿和儿子的话 易先生是一句都听不进去 他也没有反思过 儿子和女儿 为什么会如此相信妈妈 与他却越来越疏远 他是认定了 所有的问题都出在妻子身上 他就是 变身了 他有钱了 现在我管不了他的了 心变 心变了 没什么好事 心变也都是你逼着 逼着我这样 没办法 程女士说 他和丈夫走到离婚这一步 根本就不是因为他变心了 这些年来 他对这个家庭问心无愧 倒是丈夫的心里 一直有个结 也正是这个结 导致了丈夫怀疑自己 你怎么理解他 这几年他就是自己 开的店了什么 都不秤心嘛 做什么亏什么 他就在家里来 坐电瓶车 就坐倒闭掉了呀 那么我回来 回来开了一段时间 给我经营的很好 他就说 那我在家经营电瓶车 他回上海去开店 回去一看 你知道吗 他三个月坐下来 欠了八万 留下了一个窟窿 得去填补 对呀 我说完蛋了 那就你回老家去 我在上海 把这个再做起来 我这几年 他倒下的 我又给他扶起来 扶起来再交给他 他又倒掉 有一种很自卑的感觉 以我的看法 是有点这样子 程女士说 事业上的差距 让丈夫变得很自卑 而她和丈夫 外形上的差距 更是加剧了她的这种自卑心理 在店里面 哪东西的人 她说 哎呀姑娘 这个是你公公 还是你爸爸 在我就笑的 我就什么也不想回答 有些熟悉的客户 是我老公 废话 我有时就被这么说 过后了 我也会给我老公说 我说老公 过了例子 是心灵性 不是外表的差距 这些可能会给他内心 带来伤害 对 我一直都给他这样子说的 你觉得他接受了 并且释然吗 有时候来人说 他会笑 有时候他会叹气 还是会敏感 对 一些人会担心吗 担心是 是有点担心 你觉得用什么方式 可以留住这个家 想过这个问题吗 这个问题我还没想过 还没想过 要留住这个家 你又想过吗 他说我希望能够 把这个家得 你说就是我成熟了这么多 你说还能再维持下去 这没办法维持下去了 那离婚以后 你跟孩子们呢 不相忘的 对 他就这么说 我一直离婚 就怕影响到我小孩 所以我一直维持着维持着 后来维持着 他把暴力放到小孩身上去 那我没办法再维持下去了 所以如果走到离婚这一步的话 你认为过错方不在于你 根本不在乎 这个怎么会不在他呢 我会过错吗 我也过错吗 我在一生子之中 我没有什么过错 说实话 没过错 易先生在这段婚姻中 真的没有任何过错吗 如果他真的一点错都没有 又为何会落得如今 这种重叛亲离 孤立无援的局面 调解员和观察员们 又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一直没有开口的调解员 胡建云老师 决定抛出几个问题 请易先生 好好反思一下 易先生 你可能要有一种感恩的心态 这个女人 把最好的时光全部给了你 为你生了这么多孩子 把你一次一次帮起来 人不感恩内心 这一种愤怒就会变成仇恨 就会变成仇恶的东西 她的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乱 所以她就会重叛亲离 那这个时候就要想 是别人因为故意要非难我 嫌弃我才这样对我呢 还是我这个人的性格脾气 真的给周围的人带去了痛苦 我知道你今天似乎 心里面会觉得 我就是愤怒 我的愤怒很有道理 但是所有这些东西 你知道吗 今天你只拿出了一个理由 就是这个女人是你的老婆 如果你今天拿出了更多的理由 比如说你们曾经多么相爱 你有多么的关爱她 保护她 帮助她 那我想你只要说几句 我们大家都会义愤填衣 站在你这一边 你所讲的一切 你回头再想一下 你的愤怒来自于什么 所以你应该总结 你要从愤怒里面走出来 我有没有做错过什么 我先说这些 南方汤市 今天在场上 您所有的让您的妻子 您的儿女 都觉得不可理喻的 种种的这种行为 其实都来源于 您在场上的一句话 您的这句话是这么说的 您说 她现在有钱了 所以不听我的话了 对 这个思维的基础是什么 基础是 我是一个弱者 很多强盗逻辑 都是从弱者这儿起来的 比方说 我曾经有一个邻居 一个年纪挺大的老太太 她特别喜欢干的事是什么呢 就是到菜场买菜的时候 一定要顺人家一颗葱 拽人家一颗蒜 然后每次如果被 现场抓了现行之后呢 她就会很理直气壮地说 哎呀 我这个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 我也就拿了一颗葱 一颗蒜而已嘛 我们看到这种典型的 弱者的强盗逻辑是什么 我弱 所以我做什么都有理 我只强调我的行为动机 但是 我不看我这个行为过程 正确与否 我的动机是好的 我不想让这个家散了 我希望这个女人留在我身边 我希望我的儿女 能够心里有我这个爸爸 这中间所有的行为 行动 起码在现场 南方当事人 我必须要说 我几乎找不出 可圈可点的东西来 当我们在面对 这样的逻辑的时候 自己是不是应该 反省一下自己 这种逻辑的出发点是什么 它建立起来 到底合理不合理 易先生 我其实作为男人 是很同情 自己内心碰到 这种家庭状况的时候 那种内心的焦躁的 可是我听说 你处理这些事情的 这些方式 让我对你没有办法 产生真正的同情 是 也许我认定 我的家庭出现了 这种状况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出现这种状况 你就应该把情绪 不但发泄在自己 妻子身上 还要发泄在 儿女身上 你看看你现在的行为 你既然把自己的妻子 已经认定是 那样的人了 那请问 你还要跟他过什么 你为什么还要想着 去挽留这段婚姻呢 你这种黏黏糊糊的态度 让你显得又更不像一个男人 更会让女人看不清 你让女人 折服的东西在哪里 你给女人的安全感在哪里 没有 你如果今天真的开始 醒悟过来 知道自己平时的很多做法 是不恰当的 如果这时候妻子心死 你大气一点地放她走 祝福她幸福 这个时候妻子反倒会高看你一眼 如果通过这件事情 你的警醒度只是放在 我今后要怎么去看住女人 不让她做出出格的事情上面的话 如果你的重点始终放在这个上面 而不是放在 我今后应该怎么更多努力地 去关心我的家庭 关爱我的孩子 去关注我的女人 如果你是始终还是放在前面那个点 不断地去猜疑 去计较 去用自己一种自卑的内心 去放大你眼前看到的一些 其实没有证据的事实 那我只能说 你的生活会不断地重蹈恶性循环 永远下去 你对妻子有再多的怀疑 再多的不信任 不能把气迁移到孩子身上 不能迁怒 本来你数的第一可能就是一个 你妻子跟你有矛盾 结果呢 几个孩子对你都不满 孩子不是傻子 不是说能够被人收买的 被人挑唆的 不会的 为什么会重判清理 因为你把他们都推到了你的对立面 因为你为了自己的安全感 你给他们制造了无数的不安全因素 让他们都感觉到了痛苦 我知道你内心确实是很难受 因为妻子的问题没解决 孩子在场上说了那么多话 似乎是跟你又产生了更大的距离 我希望如果说还有一丝希望 哪怕是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 来挽回这个家庭的希望的话 那就是你给你的妻子 给你的孩子 想尽办法 让他们觉得跟你相处 跟你在一个物业下生活 有更多的安全感 小易你好 今天弟弟没有来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前面父亲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如果他和你母亲离婚的话 他会和你们三个孩子 不相往来 您认为父亲说出这样的一句 决绝的话 是不是他不爱你们了 不是 当然我觉得有的时候 他平时没有脾气的时候 对我们也是挺好的 就是后来这几年 跟妈妈闹了之后 我们的关系才处于挺僵的状态 才会有一些冲突和矛盾 对 所以我想和女儿和儿子说两句 母亲的这个问题 所谓的一个过错 或者是 是否出轨这件事情 实际上呢 你的父亲 母亲心里都有数 我相信 你和你的弟弟 尤其是你心中也有数 可是呢 你和弟弟 你们是立场坚定地 站在了母亲这一边 这个我可以理解 因为平常 可能和母亲交流比较多 和母亲的感情也比较深厚 心疼母亲 同情母亲 这个都可以理解 但是 小易你别忘了 你和弟弟妹妹 是妈妈的孩子 但是你们也是父亲的儿女 当家庭当中 你们共同面对 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们没有丝毫考虑 父亲的感受 所以父亲说出那句话 如果和妈妈离婚了 他要和你们不相往来 我相信这不是他心里的话 这是他心里最痛的地方 这个我能够理解 就说当你们家庭成员 共同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 实际上你和你的弟弟 尤其是你应该成为调和剂 润滑剂 而不是把你的父亲 推向了千里之外 尤其你的父亲 他又是一个内心实际上 非常自卑 非常脆弱 也非常敏感的人 他更需要你们的关爱 我建议 无论父母以后 是不是离婚 那么你和你弟 应该多给予一些爱和理解 给你的父亲 好吗 好 谢谢 我一直都这样子想的 他说爸爸永远都是他爸爸 无论程女士和易先生的婚姻 走到哪一步 孩子与父母之间的亲情关系 永远是隔不断的 也希望此刻电视机前 程女士和易先生的 那两个没有到场的孩子 听过观察员老师的话之后 能够明白这一点 在以后的日子里 多给自己的父亲 一些理解和关爱 而程女士和易先生的婚姻 还能否继续下去 我们也将尊重他们的选择 接下来 我们的调解团队 派出心理专家刘晓红和廖阿姨 将程女士和易先生 分别带入密室 程女士一落座 就向刘老师表示 自己还是坚持离婚 并且已经做通了家人 包括公共婆婆的补作 我给我婆婆说了 我说我做不了你媳妇 我可以做你女儿 我说我们毕竟二十几年 还有几个孙子孙女 我们这个称称隔不断的 这点你还是说服了公共婆婆 对 你的已经做了决定 而且各方面的支持也都有 密室里 廖阿姨第一时间了解到 程女士的想法后 做起了易先生的工作 既然是她这么气意已决 是你的 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 你也活得很痛苦 有时感情也是不可以勉强的 放手也是一种爱 喝不了 那不就三个 易先生认为 妻子的心已经不在自己身上了 再做挽回也没有任何意思 她也愿意放手 既然双方都已经达成了一致 剩下的就是谈一谈离婚的条件了 易先生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的要求就是她把投资的钱 投资 你一共投了多少 一共投了三十五万 你要多少 一半 跟你这样的好吧 我就跟你说一说 廖阿姨将易先生的要求 转达给了场上的成女士 既然是你坚决不合 跟你离婚 听说你们两夫妻 共同投资了三十五万块钱 三十五万 借了十一万他知道的 实际投资的就是二十四万 对啊 那现在你的底线 我答应说给他十万 我的意思是给他十一万 他毕竟也是孩子他爸 是吧 曾经他也有付出 程律师对廖阿姨提出的 归还十一万元投资款 给易先生的事情 很快就点头答应了 廖阿姨也将这个消息 传达给了密室里的易先生 她说那个 你这个投资的三十五万 有十一万是借 她说实际投资是投资 二十四万 她的意思就是说 她给一四千给你十一万 我不要他十一万 我这要他十万 他这里还都给我一万 我不要 那可以啊 那就这么说了 经济问题划分好了 廖阿姨还是不忘 丁主义先生 要关心孩子的问题 你要跟孩子 把关系调整 不管我跟妈妈 是分是合 但是我永远是你的父亲 你永远是我打孩子 不能跟儿子打架 而就孩子的 抚养权问题 我们也将律师张衡 请入了密室 依据法律规定 为他们提出了建议 根据法律上的决定 对于十周岁以上 十七岁的这个孩子 他未来的生活 抚养权归 你们是不能够自己 完全做决定的 是要征求他的意见的 我的建议是什么 回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 你们去共同 或者分别去征求 这个儿子的意见 我们一切 以这个儿子 能够健康成长 能够心心舒畅 虽然密室里 程女士和易先生 很快就达成了建议 可他们毕竟 有着二十多年的夫妻感情 法律上的关系 可以划分清楚 而感情层面上来 密室出来后 易先生这样的情绪爆发 又是所谓的本事 在经过密室之后 先把我们你的这份协议 给双方念一下 然后再看双方的态度 好吗 第一 甲乙双方同意解除婚姻关系 并按本协议的约定 依法定程序 共同办理离婚手续 第二 甲乙双方同意 由甲方向乙方 也就是 程女士 向易先生 支付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款 人民币十万元整 三 甲乙双方确认 关于其他夫妻共同财产 如房产等 分割事宜 遵守法院判决或调解协议 各自名下 对外所负债务 由各自承担 个人生活用品 归个人所有 第四 甲乙双方同意 就婚生子女抚养权归属 及今后抚养子女事宜 在征求并充分尊重 子女本人意见的基础上 共同协商决定 第五 甲乙双方承诺 今后应当共同关爱 子女的身心健康 各尽所能地 为子女成长 提供生活照顾 五条内容 先看一下 陈女士这边 能接受吗 能接受 可以 这一份协议 已经签完 大家都认可了 希望你们分手以后 不仅仅是朋友 还能各自 真正承担起 父和母的这个角色 互相之间 有没有什么话 还想对对方说的 我们经历风风雨雨 二十多年 走到今天 我也不希望的 也希望你以后 有个好归宿 好好照顾自己 有什么困难 你还是再打电话给我吧 我给你爸妈都说了 我做不了你爸妈的媳妇 我还一样做她的女儿 好吧 直到今天这一步 说实话 我也有问题 我自己也想 挽救这个家庭 可是挽救不了 我对小孩子 我以后 我不会用暴力 去解决问题 只要我有这个 能力范围之内 我还会 把几个小孩子 抚养成了 别难过来 原本都是这样子的 易先生在这最后的一刻 卸下了心里 所有的防备和保护 一生痛苦 小易跟上去 不停地安慰着她 我们没有上前打扰 把这一刻 完完全全 留给了这对妇女 在离开调解现场之前 小易找到我们 她再三向我们表示 她一定会 照顾好爸爸妈妈 希望她以后好好的 反正他们俩 只要各自 过得幸福就好 也不会不管爸爸 也不会说不管妈妈 而程女士 也告诉我们 这次调解 对她的意义 不仅仅是解除了一段婚姻关系而已 这次调解我是很大的收获 我学到好多道理 做人的道理 宽宏大量 最后 慕送只是一家人离去的背影 我们的心中感慨万千 我们希望 即使未来 程女士和易先生 做不成夫妻 可他们对孩子的爱 不会变 相处过的 那二十多年的回忆 不会变 爱有很多种形式 它可以化作亲情 化作友情 继续存在 金牌调解 剑拔弩张 亲家差点变仇家 连她自己一起带了七个人过来 如果是我年轻的脾气 今天晚上就跟你亲家打架 我说你 仇家之后打电话 给我有什么用 赵 明天去福建 把他的厂烧掉 说了这个话吗 说了 我说了吗 机灵所事 婆媳之间针锋相对 我是不会冤枉你的 您是我唯一的媳妇 我以后老了 我要依靠你 我干嘛要冤枉你啊 我们两夫妻从来没有说过离婚 每次都是你跟我们别人说 他们两个过得了就过 过不了就离婚 这是为什么 你那天晚上是去微笑我吗 知道吗 矛盾层层升级的背后 谁能窥见其中的端倪 就拿起一个 陶瓷的那种喝水的茶杯 就要砸我儿子 我觉得特别委屈 没有一个人我说都过不到 她说的话 全部是假话 所以他们就在杀谎 她说我作为你的老婆 我有权利看你的账 有权利知道你的财产有多少 明晚十点将其卫士金牌调节 敬请收看 针尖对卖盲的婆媳 上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